哈囉大家好我是米糕 今天要來分享在8月之前 我們要盡快補齊的生物圖鑑 因為這5種生物在7月底之後就會離開 有些5種甚至要等到2022年才會再出現 所以7月就剩下這少許的幾天 大家就趕快動起身來吧 那在影片開始前 請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時間過得很快 7月也快月底了 到8月的時候生物的生態也會有所變化 所以今天快速為大家整理本月需要注意的 所有即將消失的生物 讓大家能盡快補貨 不過對於老玩家來說可能都已經補齊全圖鑑了吧 而動森這款遊戲也一直以來都有新玩家的加入 所以還是希望這些資訊能夠趕快幫助到大家 那我先講北半球 北半球現在正處於夏天的季節 大量的昆蟲都會在夏季出現 昆蟲類唯一一個會消失的就是 蜜蜂 而要抓到蜜蜂是非常容易的 出現時間是從早上8點開始到下午5點 只要天氣不是雨天 你就可以很容易在花園中發現牠們 那如果大家錯過7月這最後的幾天 蜜蜂下次出現時就是在明年的3月囉 北半球的魚類也是只有一個會離開 雖然講是魚類但牠並不是魚 那就是大家很容易會在池子裡發現的蝌蚪 蝌蚪的話 牠是全天都會出現的 我們比較要注意的是牠只會出現在池塘裡 雖然天氣不會影響 但蝌蚪都是特小的魚影才會出現 這點要特別注意 那一樣如果大家錯過這個時候 下次出現的時間也是2022年的3月才會再次看到牠們 所以如果還在找尋蝌蚪的話 大家可以多挖掘幾個3x3比例的小池塘出來 透過撒魚飼料的方式簡單又快速的補貨 最後是海洋生物 北半球只有一個即將離開的海洋生物是 裙袋菜 裙袋菜大家也超級容易找到 因為牠有一個很大的魚影 而且魚影不會跑來跑去 不像一些比較罕見的海洋生物會跑得飛快很難捕 大家如果想要加減賺點零錢的話 牠一隻賣掉也是有600零錢的喔 不過說是離開牠也只有離開8-9月 之後還是可以在10月發現牠們的 接下來來講南半球 南半球現在是冬季 很慶幸的是昆蟲類跟魚類都沒有生物離開 只有海洋生物有兩個即將離開的物種 一個是鮑魚 一個是熬龍蝦 先來講鮑魚的注意事項 鮑魚出現時間是從下午4點開始到早上9點 魚影是中型的魚影 遊速不會太快 雖然是不容易發現 但一個鮑魚可以賣到2000年前 也是可以讓大家多少賺點摳摳的 而熬龍蝦牠的出現月份比較特別 雖然是全天都會出現 但是只會出現在6月到7月 以及10月到12月這幾個月份 而且牠是比較稀有的生物 可能更難遇到 因為牠有得很快 只有在大雲影才有機會捕獲的 一隻可以賣到4500零錢 如果還沒有開過圖鑑的話 比較建議大家優先捐給富達喔 那以上的分享就到這邊 上述5隻生物 大家都已經開好圖鑑了嗎 歡迎留言跟我說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可以點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